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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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Vita老師 今天會帶大家去九龍城 我覺得非常特別 因為我是從小到大 所以上去 終於開通了地鐵 今次是在旺角出發 所以就在旺角搭了火車 去到紅磡 然後去到紅磡 再轉 屯馬線 經過韓文田和土瓜環 然後就到 宋王台 真的很開心 來到這個 宋王台 發現了 裡面有很多 很多的古蹟 文物都在 車站裡面展示 可以看到 當時這個站 興建的時候 發現到的一些遺跡 以及 挖了很多 宋朝的 文物 真的很多人 真的站在這裏 所以就塞滿了整個 整個 車站 但是我覺得 也很值得去看 這件事 之後 我們就 開始去九龍城 我發現了 原來 這條路 也是不簡單的 因為 也是很長的 而且 可以去很多地方 我想 在這個站 走出也要10分鐘 時間 好了 說這麼快就到 宋王台站 因為 就要 慶祝我的 兒生仔 文一生日 我們今天 都是吃泰國菜 第一碟菜 就是 拼盆 拼盆 拼盆的泰文 是 就是 蒜蓉包 康辣 甜 然後 就是 蕭蠟 海泡 波羅炒飯 是 扼altro 當然 少了我最喜歡吃的 古法魚 是 用 側魚 炸了後 再混合 青芒沙律 這個叫 巴布蘭 還有 我們的 生日蛋糕 玑 如果 想看到 Vita老師 這類型的影片 記得 點讚我的FB 追蹤我的IG 以及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 Sawaddi Ka